我们跃进千华,只为呈现不一样的历史。纵观历史,自春秋战国时起,中国就与周边国家进行了友好交往活动,汉代张迁更是凿空西域,开辟路上丝绸之路,以商品贸易的形式,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。 两宋之时,随着中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,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,中国与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等国交流沟通更为密切。 明朝初年,明太祖朱元璋力行海进,中外交往曾一度中断。成祖朱棣积累后为宣扬国威,扩大明朝国际影响力,派遣三宝太监郑和先后欺下南亚。 为彰显大明乃天朝上国,除了正常贸易之外,郑和船队还对南亚中国予以慷慨施舍,越来越多的国家因此对大明充满仰慕,觉得这是真正的天朝上帮,因此,郑和每次返航时,都会有大批南亚使节跟随,想要前往中国朝进,其中,就包括子仁今天要介绍的苏路国使团。 虽然如今苏路国不复存在,但在数百年前,苏路国可使东南亚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国,国土包括现代菲律宾的苏路群岛,巴拉旺岛,以及马拉西亚沙巴州东北部。 古苏路国的体制,与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不同,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政教和依求长治国家。 苏路国共有三个国王,分别为东王、西王和洞王,三王中右翼东王权势最大。 虽然苏路国与明朝差别很大,但这并不影响两国间友好交往。 据相关史料记载,用历十五年,公元一四一七年,苏路国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外交使团,跟随政和舰队前往北京进舰。 这支使团由苏路国三位国王,东王巴都格巴达拉,西王马哈拉格马丁,东王巴都格巴拉普,及其亲眷,是从组成,共有三百多人,是当时前往大明朝进水集团中人数最多的一个。 苏路国使团抵达中国后,沿途各地官员纷纷对其表示热烈欢迎,明成祖诛地更是给予丰厚赏赐。 苏路国使团被大明京城的繁荣景象所吸引,一时间流连忘返,在北京逗留了将近一个月,这才依依不舍地启程回国。 遗憾的是,使团在杭治山东德州附近时,年迈的东王巴都格巴达拉因并逝世,由于事发突然,使劫团顿时陷入手足无措的窘境之中,对于老国王一体是否远回故土,还是就地安葬,使团众人 一时间拿不定主意。明成祖诸地得知此事后,立即派李布朗中陈诗起,携带赵书和纪恩赶赴德州,特许苏路国东王巴都格巴达拉安葬在大明,并按三王之利安葬,还赐其社号公定,并亲赚悲恩祭殿。 葬礼完毕后,使劫团决定,除东王长子都马韩回国际任王位外,东王非葛慕宁,次子恩哈拉,三子安都鲁,以及侍从十余人,皆留在德州守墓。 随着时间推移,这些苏路人在德州繁衍生息,描迹见增。 清雍正四年,公元1726年,苏路苏丹前史朝晋,东王八世孙安如其,温崇凯拜托其向清廷上奏给予国籍,获得雍正皇帝批准,这两支东王后裔,虽分别以汉姓安和温作为姓氏,彻底融入中华民族之中。 建国后,因其信奉伊斯兰教,故被化归为回族,如今已传至第二十一代。 参考资料,明史,明时录,明太宗时录。